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金丝河是世界上很少的一座动物 我们只是听说 但是没见过 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 已经建立了十年 你的主要保护对象的一些信息都没有 有一天我一定要看到猴子 你看这个黑松楼是实际上 甸茜茜猴最喜欢的食物 我是肖玲 今年52岁 一辈子从事甸茜茜猴的保护 从83年末来到自然保护区 但是在保护区待了十年 我都没见过猴子 你的主要保护对象的一些信息都没有 都有心不甘的那种感觉 有一天正好也是在我们 非常疲劳地在一个方上要 就是说好像听到什么声音 跑过去观察 看到猴子了 看到猴子 然后几个人就兴奋地 躲在一棵大树背后就相互拥抱 终于看到猴子了 终于找到猴子了 山上的生活条件非常差 营地建在4300多米的地方 然后身上背个三四十斤重的东西 每天翻上月亮悬崖壁 一双鞋子最缠的寿命就是13天 头发这些都是这么长嘛 爆炸式的 都不觉得累 白马雪山的工作历程里边 最难难的是三四年的考察 我看到它们在抓树叶 我看到它们在抓树叶的 我45岁 开始到现在 保护天津丝河 三五家 有六个老婆 头是长长一点的 就是老婆刀 找老婆打架杀出来 我每天都给她 是不是有一只盒子在的地方 有没有钢丝套 这个钢丝套这么大 一会儿盒子一整过来就套着帮子里面 一边刷在树子上 就没人看就等你样子 盒子睡了,父女也回家 第二天早上盒子没洗床 就父女也到盒子那边上 刚开始组织的是我来组织的 一天6块钱做了是暗夜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家里面的人天天跟我吵架 家里面说你天天上里面跑 七八天拉一双弦 两天都勾钱不给一双弦 愿意做就没办法就做了 就那个是才出生的那个小弟 那个大一点,那个差不多四个多年 最明显的小弟子 最明显的小弟子 你都昏得出来啊? 都昏得出来啊 我们每天在一起就昏得出来 现在可以说实现了 这个 我给这个猴子按时按年了 我们给了这个十多年以后才是慢慢 猴子往下来吧 第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地方 到的是我们府边做出来的 人一辈子就做一个事实现的吧 跟了这么多年也是纸 我的那个片区有四个多猛啊 山山巡护 要放火焰一下鸡 只要是见到动物很急 都打点 然后有时候回不到家 就直接睡山上 那那个 这个就是最关键的那个了 决定时间 今天几号 22 22 跟着我爸爸去过 一天基本上都是在走 第二天我都是 基本上下不了地 他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跟我们重备这个工作 二十多岁 现在已经四十六七了 身体挺好的 有一次我去山山巡护嘛 我听到一个咔嚓咔嚓的声音 有个老熊 往我这边来嘛 大声叫了两三声 我也害怕 他也害怕 一下子跑到我树子上去嘛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爬上去的 跑跟上面的也挺危险的 就我们村上好多人都不做了 那时候我爸爸还在继续 家里面其实也不太同一种工作 这样一直 肠道度的上山的话 就心脏会有问题 我去一天就不行了 他还能这样一如既往走下来 我这个不容易 如果第一个的话 看到了听嘶喉的话 要写时间是吧 第一个要写时间 你看还是极点极飞 极点是吧 自然也应该是他的一份 理想一份 坚持一份梦想 那小极点的话也行 那小极点的话也行 大概是吧 大概是吧 Dennis Hill 在整个这个区域呢 它是旗舰物种 通过对旗舰物种的保护 得以保护整个区域的生活关系 后来很多人看来 就那么回事的很多东西 都需要慢慢慢慢慢慢 一直走到今天 他们说你是什么时候退休 我说不退休 我一直走不到在哪里 走到今天 走到今天 我希望你会帮忙 你不小心 我希望你带来 他在哪里 看来 你让我走到今天 你带来 签行 你带来 你带来 我带来 你带来